花莲著名的風景區鯉魚潭 近來被人發現潭面是冒出了 大面積的紅色悬浮物 乍看猶如油污 還不時地散發出惡臭 而經過了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委託東華大學調查 原來是葡萄球藻 資深原因疑似和溫差大有關係 雖然無毒也不是外來的污染 原來是葡萄球藻 走進花莲鯉魚潭的潭北步道 馬上就能夠看見原本青山綠水的湖面 變得红通通一片 仔細瞧瞧靠近岸邊的水面上 漂浮著紅色悬浮物 让不少民眾怀疑鯉魚潭是否遭到污染 有民眾就發現 潭面出現了暗紅色的悬浮物 而隨著水波漂浮 不時還傳來淡淡臭味 附近居民就說 這種情況已經有至少兩到三年 從未出現 紅藻的出現對於居民的影響 它是有意味出現 遊客則是感覺好像烏油 從去年大概11月開始的時候 特別是那個大太陽的時候就變 但是就是以那個 以那個整體的那個觀感來講 然後大家會覺得說 哎呦那變成這樣 就是客人的那個角度來看 應該是紅藻 然後會在沿岸出現這樣子 那這種情況已經應該是有 從 觀光局那個縱管處生態池弄好 油水分離池弄好之後 這種情況應該已經 應該有三年左右沒有這種情況發生 呃游客會覺得說 它是有一點意味啊 因為我們生活在這裡可能對於 有一些意味會比較敏感一點 那游客的話基本上的反應是視覺上的嘛 所以說他們會覺得說 哎那個是不是哪裡有漏油出來 或者是哪裡在施工的鐵鏽 啊其實不是它是一種藻類這樣子 花龍縱古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李渝潭管理站主任蔡薇平表示 經過東華大學調查 確認是無毒的葡萄球藻 推測應該是近日溫差大 帶動湖底水流 抵泥營養炎遭到翻角 再加上近日天氣比較熱 讓藻類大量滋生 1月14號的時候 就船家有發現說 湖面上有漂浮那個紅色的油污 那我們也請那個東華大學做增加的檢測 那檢測的結果針對水溫 還有它的溶氧量的檢測結果 它都還是在屬於正常的範圍 那據東華大學他們的檢測結果 認為說這個紅色的這個油污的現象 它是屬於葡萄球藻的藻滑現象 那葡萄球藻它經東華大學的判定 它是屬於無毒的水中的污藻 不過黎魚潭附近商家表示 最主要還是要興建污水處理廠 否則民生用水直接排進湖裡 水質永遠都會有優氧化的問題 記者林杰說風箱采訪報導 導致